欢迎收看TVBS国际plus谈全球 我是主持人吴舒瑞 又到了礼拜三的环保气候议题 那么今天在现场的一样是我们专题组的记者丽君 要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丽君你好 丽君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丽君我们先来看 今天在讲环保议题之前 来看这个让人好羡慕的一个工作模式 在疫情之后也许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可能也都有就是经历过 比如说在家工作啦 work from home这样的状况 或者是分流上班 应该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情形 甚至包含在我们电视台 也在之前去年比较严重的时候 也有进行一度的分流 那在这样子分流上班之后 我们的工作形态好像有做出一些改变了 因为现在在欧美地区 最近很流行一个叫做安静辞职 在做新闻的时候 你应该有听过这个名词吧 对就一开始讲安静辞职 想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后来其实才发现 就是越来越多就是在疫情之后 大家对于工作上 或者在效率提升上 或是他想要再加班的这一块 提不起劲 对提不起劲要做出一些改变 是安静辞职的就是说 其实在上班的时候 我不用做到百分之百的完美 我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时间到了就下班 就是变得比较消极的态度 这好像是疫情之后 在欧美地区的一个 比较特别的现象 所以说现在企业家他们也都想说 是不是我们要改变一下工作的模式了呢 我们就来看到这个是英国有70多家企业 超过3300名员工 他们为期半年 实施这种新工作的新实验 也就是说每一周呢 他们只工作四天 而且还可以休三天 听起来好羡慕 就等于说工作四休三 这样子的话工时是大幅的减少 可是工时减少到80%之后 那薪水不变的状况之下 还能不能够维持百分之百的产出呢 其实这不只是让这些企业家很好奇 我自己也很想知道 那我们就来看到 他们现在有一些结果先出来了 是有将近五成 他们发现 这个不只维持百分之百的产出 生产力反而还提高了 另外呢 有百分之四十六的企业 他们认为说 生产力是维持持平的状况之下 但是也许也可以换来 员工比较开心的心情 所以说现在有八成六的企业 他们在实验结束之后 要沿你继续采纳 像这样子四天的一个工作模式 但是为什么 这种四天的工作模式 可以造成像我们刚刚所说 将近一半的一个企业 发现生产力提高的状况呢 是在劳工企业还有环境下 如何造成三营 因为他们其实就根据 富比士这边还有说法 说其实缩短了每周的工时 就能使得企业啊 员工还有环境变得更好 其实就包含了 其实他们有讲到 休息足够了 或者是他们其实 一次休三天 回到工作岗位上的话 他整个工作的状态 会变得更好 另外英国也研究了 其实除了在这个环境变好之外呢 现在开始到2025年 如果实施一周 只工作四天的话 英国的碳排放量 就可以减少20% 就是1.27亿公顿的排放量 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 整个不止环境变好之外 其实工作效率有提升 包含很多国家 也都开始要跟进来实施了 是我们要特别提出两个国家 一个是冰岛跟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对不对 他们好像有一些 已经比较早实施的 这个实验 结果如何 对 他们其实像冰岛 很早就开始了 就在2015年 他们就实施了 这个将近为期四年的一个状态 他们其实有发现 生产力是有提升的 所以到结束之后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大概90%的企业呢 他其实有在实施 减少部分工时 然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他们其实也从2022年开始 他们的工作日呢 就改为了4.5天 其实就是有点渐进 实际就是慢慢的在减少当中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政策 在部分国家来说 他确实是成功的 包含比利时 现在也演你 要推动来修三天 所以这几个欧美国家 他们看得出来是比较积极的 有望要把这个 就是缩短工时的时间 变成生活常态的一部分 那我们就接着来看到 在实验前还有实验后 发生了哪些事情 我们先来看 6月实验刚开始的时候呢 有超过70家的组织 他来参与了 那么有78%的企业认为说 调整得很良好啊 很顺利啊 只有2%的企业认为 这是很具有挑战性的 那么呢 当时有88%的老板认为说 这个效果还不错哦 而且工时呢 就是等于说原本八成就是我刚才我们所说的 上班4天 休假3天这件事情呢 在工资不变的一个状况之下 其实这样子包含上是员工 他们的一些心情啦 或等等的 哎 状态都还不错 刚刚我们也说了 有提升到效率 那么到11月的时候 实验结束的当下 他们采纳的这个 决定采纳这个新的制度的企业 好像也变多了耶 那么在生产力等等的部分 又有怎样的状况 是他们其实在实验结束之后呢 要继续采纳这个4天工作制的 有达到86% 算是蛮高的 那其中呢 他们员工看法的话 其实他们生产力有提升 就有将近49% 那工作表现不变的话 也有达到46% 其实他们的说法是说 有达到就是减少工时 但是你的生产力其实不变 或者有提升 就已经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但这对于员工的看法是这样 但对于那种公司的主管来说呢 其实有一些挑战 就包含了像是 他们要怎么去调配他们的工时 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工作 需要有不一样的人力需求 他们可能要去从原本的5天 改成4天来流程来走 所以他们其实一开始在这个 做支配的时候 有点困难 他们会觉得比较困难一点点 那另外呢 其实刚刚讲到就是减少工时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其实他们的减少开支上 也有很大的帮助 包含了如果每周的一天不工作的话呢 其实他的托英费呢 就可以省下 每年就可以省下 5.15万台币 另外如果是通勤费用的话 也可以节省掉1.2万台币 哦所以听起来这个还不错耶 不但可以获得身心的休息 还可以减少开支 好像对于员工来说 他们的接受度都会蛮高的哦 其实听了也让人蛮羡慕的啦 但是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 我们台湾有办法做得到吗 我们先来看在这一个疫情之后 工作的形态改变 比如说像我们在国内 比较常会实施的 比如说远距工作啦 混合办公 在疫情期间 我确实相信很多人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那么这样子周休三的公时革命呢 其实在专家他们的眼里看来 有几个好处 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 可以降低通膨带来的开支之外 他还可以参与家庭生活 好像在家庭关系这边 好像如果更好的话 整个生活环境也会再更充足 而且会更好 那么也会重新修补关系啊 你会联络 比如说你的父母亲啊 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啊等等的 而且有多余的时间 你员工也可以来学习探索思考 并且或者我们可以来做一点公益的事情 其实他们有多的 多余的一些事情可以运用 对他们来说 不管是对于身心的休息 或者是你要对于更进一步的一些 比如说你想要做更多事情 你想要达到更多事情 都有很好的一个机会跟时间了 所以说他提升获利的能力跟品牌的认知之外 还可以帮助企业吸引 而且还可以留住人才 因为光听你都会觉得 哇我一天 一个礼拜只要上四天班 我可以休三天 好像其实就还蛮有吸引力的 我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去做我自己想做到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呢 在专家他认为好像有不同的看法 并不是每一个企业 或者是每一个国家都适合这样子的模式 是就是企业管顾问公司呢 他其实就有提出一些 像是如果要一周工作四日的话的难题 就包含了这个 可能这个工作模式是没有办法长久的 无法提升这个产能 而且可能会遭到一些竞争对手 就是趁机而入的一个状况 另外呢 还有提到一些比较低所得的国家 可能就没有这样子的本钱去推动 一周可以休三天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可能现在要讲到周休三日 台湾可不可行呢 其中一个就是要建立一个双方的互信 包含就是企业员工与老板之间的互信 包含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下班时间 你还是得接收很多的一个工作讯息 LINE的讯息啊 对LINE的讯息 或是要回Mail啊 或是有什么交办事物 其实这个就无法去做 跟工作一个状态去做切割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主导权 应该要交付给员工 就包含了刚刚讲到可能这些状况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不同的产业 有不同的需求 可能长官要交办一些事物 可是他可能他需要去做一个调配 时间上轮班制这些都要 对像我们媒体业就是很好的例子 对轮班这种你很难去去做一个排修 或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人说工作时间弹性分配 其实他就说有谈到一个就是如果是工作时间可以弹性上下班的话 像是Google他们有试过就是你可以自己上班时间自己做调整 其实这样的话反而可以提高大家的工作效率还有工作环境 所以就是可以从这几个面上开始来着手 所以可是这样听下来我觉得台湾好像并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周休三日的方法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还有很多就是包含企业的沟通 或者是企业跟员工之间的互信基础这一块好像就很难去突破 对而且大家会好像比较会有一种 哎我就是要认真工作努力工作甚至有一些加班的观念 其实还没有完全撤销之下 如果我们要做到休三天的话 看起来这个配套措施啦 或者是在劳工或者是资方的观念都还没有像欧美国家这么的弹性 可是现在也有另一个是X跟Y理论 这一个呢是专家他认为说 如果我们的老板他的态度也很重要 如果他选择的是Y理论或者是X理论 也会导致说他可能会带出不同面向的员工 对因为他讲到就是像是Y理论的话 他其实就是一个正面态度 或是给你一个让你觉得来上班是一个 不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一个工作状态的话 其实呢他可以提升每个人可能来来上班的心情啊 或者是工作效率 那如果是X理论呢 他就意思说我们就已经开始讨厌工作了 那要怎么去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呢 其实他有个例子就是在讲说 这个马斯克他曾经有发了一个mail 要大家员工就是每周要待在这个办公室40个小时 其实就会导致说就是绑在这边 那他就是一个X理论 对确实有些可能比较高效率的员工来说 我已经做好事情了 可是我却被迫要在公司被绑住40个小时 对他来说可能是有一点点浪费时间的 那么也再帮大家补充一下 像这种Y理论啊 像专家就认为说 他们可能会教育出的员工是比较积极进取 而且愿意承担责任 但如果是X理论的话 就会反而变得比较消极啊 被动甚至是不愿意工作 那不管我们今天的雇主是X理论还是Y理论 台湾到底能不能执行修三天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模式呢 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 位在新北泰山的冷冻食品厂工作人员忙着剪货装箱 一场疫情让网购订单暴增 免营收破10亿的生鲜电商 从原本的两班制改成轮三班 今天还是上班八个小时 那我们的班有早班午班有晚班 然后收价的部分的话就是大家采轮售的方式 来到这间冷冻食品工厂 天天到员工都相当忙碌 因为他们最多一天就要处理一万张订单 有时甚至连星期天也要来加班赶工 那其实在台湾呢 大部分的上班族都是实施周休二日 但现在在英国事办为期六个月的周休三日计划 每周你早上四天班 相当于一个月你有近一半的时间都在休假 英国七十家企业为了留住人才转向周休三天不降薪 有超过三千名员工受惠 工时减少的新工作形态 前提是要维持相同产能 参与的企业从科技业到餐饮业都有 早在英国之前冰岛比利时都曾试验过 连向来以高工时出名的日本 也开始关注周休三日的可行性 那台湾的企业有可能跟进吗 那当然这个实验方案基本上除了这个企业的劳资双方的志愿参与之外 那可能还是需要有第三方的参与 比如说有些学术机构啊 或是一些这个民间的团体 其实是要看产业别 因为不同产业需求不同 那今天像高劳力密集的产业 它可能就需要大量的能力 那如果今天是高智慧密集的这种产业 它可能也许会帮助产值的增加 那就会很适合这样的模式 像是以代工为主的企业 甚至是服务业 要施行周休三日就需要有更多配套条件 才能因应人力减少所造成的冲击 从冰岛的实验方案发现到 其实有些需要等于是亲身参与提供服务的这个产业 相对来讲 还是可以达到这个所谓的周休三日的目的 但是相对来说 却增加了雇佣的人 这个就业的人口 那可能就必须要去征聘人力 来满足这个市场的这个所谓的服务的一些需求 专家说每周多休一天是可行方向 优点是员工幸福感提升 减少职业倦怠 失业率也将会有所调降 尤其是遇到连续假期 又能刺激观光消费 带动内需旅游市场 只是被称为过劳之导的台湾 在亚洲国家总工时仅次于新加坡排名第二 劳工阵线联盟秘书长孙又廉就进一步分析 高工时不等于高产能 降低工时是国际趋势 长工时也并不代表高效率跟高生产力 所以无论如何从工运的角度 降低工时应该是一个趋势 但现在问题是 对于低收入的时薪制工人 周休三日意味着要在更短的工时 与更微薄的收入之间取得平衡 阶级鸿沟势必会更明显 这个工资为所得的这群人里面 他的所得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 他的劳动条件的这个情形 可能会越来越大 不同产业之间可能还是要有 不同的政策去加以介入 这样的话才能够让 可能处在比较弱势的 这样的一个就业 产业或就业的这个劳工 他的生活得到更多的保障 号称全球最大的周休三日实验 当工时减少后 该怎样好好利用多出来的一天 让老资双赢 是企业无可回避的重大挑战 因为周休三日将成未来显学 TVBS新闻 陈建敏 刘燕轩台北采访报道 可是在追求更好的职场环境之前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吧 所以接下来就是来看气候变迁的议题了 我们先来看美国总统拜登 他在9月29号的时候 在太平洋岛国的峰会 就是美国白宫的时候 他第一次邀请了14个太平洋岛国的领袖 一起来华府来谈一些 包含像是外交啦 还有关于像是对抗气候变迁的议题 那么他甚至还撒了254亿元 就是要帮助太平洋岛国 他们来对抗气候变迁面临的危机 拜登他也说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历史 很大部分都会聚焦在印太地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强化太平洋岛国 还有太平洋岛国论坛伙伴关系 视为优先的事项 那么包含在这个对抗气候变迁的议题上 拜登他也是射出了四支箭 是哪些内容 是因为他这次又宣布援助8亿美元 就将近254亿的台币 那四支箭包含了就是对抗气候变迁 其中就包含了1.3亿美元 然后还要强化这个永续发展 以及经济复苏的援助 有将近5000万美元 还有重大的外交政策 那其中重大外交政策 他就承认了库克群岛以及纽埃主权 还有会在太平洋岛国 增设了外交领事馆 以及要指派太平洋岛国的论坛特使 其中他也是首次首份为太平洋地区 量身打造了一个新战略 那这战略其实也包含了很多 也有包含气候 也有包含贸易往来的这些经济交流 那其实从过往可以看到 他这次援助了8亿美元 过往十年来美国已经直接提供了将近 15亿美元的援助 直接在帮助这个太平洋岛国 所以看得出来 其实包含拜登啦 或者是美国 他们好像有点想要当作是领头羊的一个角色 原因是因为现在面对气候变迁 真的不能再拖了 我们来看到的是 1.5度C的防线可能会失守 我们一直都说我们要努力的守住1.5度C 因为呢如果没有守住的话 气候变迁可能在未来的10年20年 甚至是到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讲过 2060年之后台湾可能会没有冬天耶 所以这是还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呢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就要很紧张 因为呢WMO他们9月发表最新的报告 就说人类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 他说啊各国的减碳政策 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模式的话 全球暖化的曲线在这个世纪 就会破2.5度C 好我们1.5度都守不住了 居然还飙到了2.5度 非常的可观 那么有48%的机会 他们认为未来5年哦 就会突破1.5度C的防线 未来5年就代表说到2026年 我们可能就已经没有办法守住了 那么有93%非常非常高的机率 他们认为未来5年会至少有一年哦 取代2016成为史上最热 哇我们都说今年的夏天真的不是一般的夏天 北半球真的太热 又发生了干旱跟好几天的高温热浪 也代表说未来5年可能还会有某一年 比今年还要更热耶 哇这真的是不只让人很担心 而且呢可能还会造成更多的死亡 甚至是一些灾情发生 所以说呢他们也认为 2030年之前各国的减碳力道 是非常严重不足的 必须呢要承诺提高7倍的力道 他就说好就算我们今天哦 只看不要看像是1.5度C 2度C好了 他至少也要提高到4倍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现在力道是绝对绝对严重不足的 可是为什么会导致有这样子的一个 结果报告出来原因又出在哪里 是因为这一次我们大家都知道疫情 就是我们影响两年来 那可能各国都边境封锁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全球排碳量呢 是有下降了5.4% 不过因为现在开始趋缓了 然后各国又开始边境松绑 还有各个措施都可以陆续恢复生产之后呢 可以看到整个数据全球的排碳量呢 已经比2019年还要提高了1.2% 所以是倒退路的概念 对反而还比疫情前还要更高 而且其中就是美国 它是增加了5.7% 还有印度增加7.5% 他们两个是最高的 等于是他们还比疫情前的排碳量更高 而且其中呢 就是联合国秘书长还有提到 因为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是 乌尔战争还有引发的能源危机 还有通膨物价飙升 导致我们现在又开始很多国家 重新去拥抱这个化石燃料 就开始又重启 因为可能这个 比较便宜的一些石化燃料等等 是尤其像欧洲 因为他们现在的能源危机还没有解除 是的可能要度过最冷冬天了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重启这个化石燃料 但是像它现在呢 我们又会引发就是我们全球的一个 引发的危机就是像是印度的热浪 还有欧洲的干害 就是今年北半球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气候灾难 对气候灾难 尤其因为像联合国他们就说 这就是过度依赖这个化石燃料之后 所要承受的代价 变成说因为我们这一次城市 其中有过半的人口将近42亿元呢 它其实七成的人为排碳量都集中在这边 就是非常的高 所以变成呢 现在有将近30亿人居住在容易受到气候冲击的地区 包含像是沿海地区啊 或是岛国地区 而且呢 他们有低于五成的国家呢 他们都没有这种灾难型的预警系统 所以变成他们如果要去做一个预警通报的话 都比较没有这样子的防卫能力 就是有一些可能比较低收入的国家 他们可能还没有能力可以去做到一些预警系统 那么等到气候灾难真的来的时候 这样子的话 人民就只能很直接的承受 没有办法先做好一些准备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包含专家他们也认为 像是格林兰的熔冰啦 还有南极的冰盖崩解 甚至是亚马逊森林雨林的退化 也是一个气候变迁的临界点 确实我们这过去也跟大家讲过说 这个冰川融化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么雨林呢 也被大家砍伐的速度也很快 所以说这样子也都加深了 现在气候变迁的一个很大的原因跟灾难之一 那么提到刚刚说了 很多岛国啊 现在可能都面临到未来居住的一个危机了 我们就继续带大家来看 哪些岛国现在面临居住危机呢 首先来看到的是土瓦鲁 我们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 这个呢是他的外交部长哦 他呢虽然后面是很漂亮的蓝天白云 但是他整个人是站在水中 也就是海中的 他们现在呢正面临沉默的一个危机 而且这还是去年哦 也许今年又更加严重了 另一个呢 小这个岛国他是帛琉 包含他们的总统哦 会数人也说了 呼吁全球要重视海平面上升的问题 因为他们现在确实也面临像这样子逐渐被沉默淹没的一个危机当中 所以说现在联合国跟国际移民组织他们也出来说了 2050年全球恐怕会有5000万到2亿人 因为气候变迁相关的问题 他们会失去家园 那么包含我们台湾啊也算是岛国 是不是也要担心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出现 之前呢绿色和平呢 他其实就有推估模拟了 就是台北车站呢在2030年的时候呢 会被淹没 其实就是台湾要面临一个状况 因为四面环海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呢 台湾也正式宣示了 2050要进行这净零碳排的一个计划书 那另外呢要来看到的 就是在美国中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的查尔斯岛 他其实他整个海水淹没的状况非常严重 他已经是淹没了整个九成的土地 而且因为他们全岛面积呢 其实是89平方公里 可是到现在已经只剩下2平方公里 这几乎九成以上都被淹没了 对九成都被淹没 所以他的像是人口啊 就是都要迁移了 因为他人口原本是300户 到现在呢已经只剩下20户 所以已经要迁走 剩下非常少 已经剩下非常少 几乎不能够住了 对不能够住了 所以纽约时报呢 他其实他就讲说 这里就是全美首批的气候难民 等于他们不能在适应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 就要必须做一个气候迁移 所以他们有做了 援助了4800万美元 来协助他们来搬迁 但是其实他们的整个进度是非常落后的 严重的落后 就是因为他们原本2021年呢 年底就要动工 结果现在呢 还正要开始盖第一批的房子 所以这样看起来根本来不及啊 因为已经剩下可以居住的土地 几乎已经是寥寥可数了 所以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气候难民 也许未来还会再更真实的上演 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岛国 或者是很多像这种比较偏在沿海地区的地区 可能都要面临被这个海水淹没的危险之外 包含气候暖化 其实还带来了一个问题哦 就是呢 它可能会带来一些疾病的危险 这个是丽君做的专题 对不对 那么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说 像你在采访的时候 就有比如说哪几个病毒 像是我们今年去年 还有前年受到影响的新冠病毒之外 还有哪几个病毒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 其实如果是在台湾的话 我觉得大家比较深刻可以感受到 就是像登革热这一个 因为过往都是在23.5度以南的地区 其实是比较容易发生登革热 但是现在开始有在渐渐往北移 就有一些专家学者都有在说 虽然现在监测状况是还没有 但随着我们现在开始暖化 台北北部的温度 也越来越高了 对它的那个界线已经开始模糊了 所以很可能下一个城市 其实大家都有点出说 要注意像台中这种城市 可能会变成塞坡 下一个可能会是登革热 比较肆虐的地方 对可能因为它可能从台南 然后开始往北迁 因为它也喜欢人多的地方 所以就是要特别注意 所以代表说现在温度越来越高 状况之下 像登革热这种疾病 可能也越来越往北了 那么详细的状况 我们再来看立军的报道 环保局人员背上消毒器具 开始在社区巷弄内穿梭 尤其在水沟 住户防火箱的盆栽 器皿 喷撒消毒 看一下这个汽水 里面有没有 有没有冲 有没有解决 看到有积水的容器 检查有没有决绝 再把水倒在地上 避免流入水沟 以及屋顶天沟 也要查看仔细 以防形成并没闻温床 在台风或是好大雨过后 像是树洞以及地下水 就容易是积水 变成静眉闻资深的主要地区 现在大家还要担心的 就是过往大家知道 登革热的主要传播 媒介埃及班纹 它们生长是在 北纬23.5度以南的地区 现在随着气候暖化 南北的温度差异是越来越小 有没有可能让这些并没闻 往北前呢 台北市有针对 例如台北车站 以及南港车站的部分 来进行所谓一个 并没闻的一个监测调查 那最主要呢是要确保说 有没有可能那个我们的登革热 主要是南部的这个所谓的 埃及班纹的部分 因为气候变迁可能温度 升温的情形 以及透过交通的一个运输方式 到北前这边来 目前并没有侦测到南部的埃及班纹 根据夏威夷大学研究 尽管有大约占比16%的传染病 会因为气候影响而减作 但在全球375种不同的传染病中 发现有218种 因为全球变暖的气候冲击 正在恶化当中 其中像是茲卡病毒 越籍登革热 都会因为热浪 野火极端降雨 高温这些气候冲击出现严重变化 整个大环境的改变 有一些病媒昆虫 特别是像蚊子这一类 它的分布就会到处去分布 那以全球来讲 我们知道有很多蚊虫传播的疾病 像瘧疾登革热 都越来越严重 像在美国 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雨量增加 然后有些野生动物 就开始往不同的地方去迁移 莱姆病 它非常严重 它是主要透过一种 叫蹄虫的叮咬 那这种蹄虫 一般在野生动物 特别是鹿的身上 那随着气候的变迁 温度的升高 所以这个鹿 它会往高海拔的地方分布 欧洲面临旱灾 和野火不断 非洲只脚也遭遇 40年来的干旱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警讯 在气候危机下 估计2030年到2050年间 每年将增加20万人 死于瘧疾和下痢 热伤害等疾病 而台湾的登革热 未来也有可能因为 升温降雨 打破原来的传播范围 这些本土的病例 以前主要发生在南台湾 陆续在台中 在台北都有发现 原因就是 我们北部跟中部的社区 这个蚊虫 特别是白线斑纹的密度 有变高的趋势 所以现在我们担心的 就是说如果气候的改变 适应了 那埃及斑纹会突破 这个阻线 这个界线 往23.5度 以北移动 埃及斑纹喜欢在都会型的人口密集的地方 所以接下来可能台中市 它就是变成一个重点 不只原有病霉纹疾病传播范围更广 在暖化持续加速下 南北极涌动土的溶解 也会引发新的病菌 扩散到大气中 全球温度的改变 最显著的是在 越高纬度的地方 例如说在北极 或是靠近北极圈的附近 另外一个就是涌动土 它非常高靠近北极圈的附近 那它本身就是非常寒冷 可是现在呢 在北极圈的附近 也会出现夏天来的温度 所以它融化就特别快 所以第一个呢 是它当这个涌动土融的时候 其实原来在里面的 长存的很百年 数百万年的 这种所谓的细菌 可能就会跑出来 当全球暖化之后 我们的各种新的传染病 或新的物种细菌等等病毒 都显著的变多 气候变迁的危机 已经敲响全球各国警钟 要减缓暖化降低疾病风险 就别让节能减碳 沦为口号 TVBS新闻周一峰 刘军台北采访不到 好所以不管是病美文的问题啦 或者是海岛型的这些国家面临 现在可能会入城的危机等等 这些都在在的提醒我们 面对气候变弃的问题 不能再沉默了 今天谢谢丽君的解说 还有分析 环保气候议题 我们下周三再见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